我们这次的课程就尝试延续我们上一回一样的 就是说解读电影中的生命密码 我们会尝试从导演的创作观点 来看看这些荧幕上的光影作品 如何呈现他们的思想 他们如何透过光影来创造一个一个的故事 那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很多的隐喻 每个隐喻后面都有可以很深的哲学的思考 那有些导演甚至都已经可以很明显看到 他们是如何去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那么这次的课程我们将会由从科幻电影 然后一路谈到武侠电影 然后再谈论人的生老病死 以及事业爱情等等不同的面向 我们尝试从其中来看导演的生命观点 以及我们的生命观点 如何做一些交互的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